这现牌的城市越来越多 买车的人也越来越多 我没有资格 我没有摇到号 我还是想要买车 有没有什么曲线救国的办法 今天跟你分享一下 第一个办法是买个公司上牌 往往公司是不现购 不现牌的 即便是有现牌竞争的这个激烈程度 也比个人的要稍微差一点 那为什么不能我自己注册一个公司呢 这个不行 注册公司的话 刚刚新成立的一般也是搞不来的 只能去买一个有购车指标 符合条件的公司的股权 变成这个公司的所有者和法人 然后把这个车子买来 不过它是不能转到个人名下的 收购公司获得这个车牌之后呢 也不能转手把这个公司注销掉 不然的话这个年减的时候就不行了 是要提供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这种资料的 这个公司要一直存续在那边 那么花费方面 如果按照北京来说的话 这个购车指标的数量 缩减的还要厉害一点 带上牌指标的公司价格也比较贵的 一般买这个公司都要超过10万块钱 北京那边的话甚至要到18万 就买个空壳公司 买的时候还注意 你不要说这个买来公司 已经欠了人家几十万几百万了 这就开玩笑了 提前是要查过账才可以 那买来之后这个公司一级存续 不想自己打理公司 反正我也不做生意 那委托中介机构代为管理的话呢 一个月大概还要再花个两三百块钱 这么一个维护费 主要是用来做做账 这种曲线救国的方法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效的 县城弄好公司买完 一个星期搞定 下个礼拜就能开上车子了 这个写谁名字问题也不是很大 但千万要注意 这个被买的公司 就是你要花钱买的那个公司 它的基本情况一定要摸清楚 尤其是有没有债务纠纷 有没有劳动纠纷 有没有法律诉讼 查完了之后再来买 如果出了问题 还要让对方来承担责任 合同上都要签好 找不到这样的公司 也没这个心事干这个事情 觉得各种麻烦也不便宜 还有其他的 上特殊号牌 这个特殊号牌是什么 市场上有一些 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 这种车子一般是 整车带号牌出售的 性质上实际是属于 车辆里面的专项作业车辆 什么城管 道路抢险 这种就是属于特殊的 它不用指标 也不占用个人指标 有效期有30年 可以过户 也可以私人使用 但是它是会被视为货车的 这不同地方限制不一样 你比如说北京白天 这个车不能进城 杭州是不能上高架 那如果刚好你住在 这个城郊结合部这个地方 买这个车相对来说 就比较划算了 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呢 比如说是上海周边地区 比较多的护C牌照 这个全国有名对吧 那这种车牌呢 是可以给车子一个合法的身份 无非就是开不进上海市 对吧 你开不进上海市 我开去江苏嘛 是吧 也是一个曲线救国的这个办法 只是现在的这个证比较难办 那托人办两三千块钱 是最最起码的 这两种听起来好像 都有点荒兮兮的 不适合我这种普通人 有没有其他办法 还有 4S店租赁车牌 那就是说4S店 它获得车辆出租的这个 营运牌照之后 是可以提供租赁服务的 那这种上牌方式呢 车子全部的购车款 车辆购置税 保险费用等所有的这种钱 都是我们买车的交 4S店呢 只是负责办理这个 牌照相关的手续 性质上来想的话呢 相当于我们车主付钱 从4S店租了一辆车 但是这辆车呢 只租给我们 也一直租给我们 那么买车的钱 变成了租车子的保证金 那买来的车子呢 所有权是登记在 4S店公司名下 使用权是属于我们个人的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那么这种做法呢 每一年呢大概要交个几千块钱 给4S店 所谓的管理费嘛 保证耗盘 始终是由自己来使用 不同的4S店收费也有不同 几千块钱给你做个参考吧 那这种方式是比较正规的 也是比较放心的 但比较头疼的是 在经济上面会有一个风险 就是后续车牌租赁费用 完全4S店收了算嘛 今天说 我看你挺顺眼的 收个500一年吧 不错 第二年 我觉得你这个人没什么意思 5千一年吧 按租不租 这就很难受 是不是 再加上4S店竞争纪律 万一这哥们倒闭了 这个在法律上面 这个车可是属于4S店的资产 要被清算的 几率是很小 但真碰到的话 损失就是有点大了 也有办法 租牌协议就是用来规避这些问题的 那可以去写一下 但是如果刚才说的那些清算什么的话 有可能它是优先于这个协议条款的 要上律师好好的问一下才可以 这已经算是比较简单了 那么除了4S店租赁 还有个就是个人租赁 就是借牌照 就是我是没有 但别人有 别人有我们的借过来 那么道理和刚才差不多 指标的这个所有人 他拥有这个车子的所有权当做财产 他通过一个协议 长期的租给我们来使用 那性质相当于是别人买了车 长期租给我 而他买车的钱是我出的 对吧 那合同怎么签就很有道理了 你是借给他钱 他把车租给我们 还是说你钱给他 算作是租车子的租金 最后的判定或者出纠纷的时候 完全是不一样的结果 这还得多问问 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就是 买10万的车子 你不妨说我借给你10万 你到时候是要还我10万的 然后呢你这个车子呢 的确也是属于你自己的 然后你租给我 我再付给你每月年 每月多少钱多少钱的租金 这样的话互相一对冲 风险相当会比较少 你直接就是说 我钱给你 你租给我的话 那万一人家也欠了赞被清算了呢 个人也欠了钱 车子被人收走了 你到哪里去诉库呢 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那如果你现在还有一个条款 下面写着 我是借了他10万块钱 车子被收走 你10万块钱得还我 那相对安全一点 那么再来是租金 租金的话呢 基本上短租的话呢 每年大概1万多块钱 北京的话有可能1万2 1万3 长租的话呢 每年下来三四千 但有可能十年起租 有点厉害 那么个人来做这个事情 它有一个风险 就比如说是你撞人 双方可能都会有连弹责任 那么刚才讲了那么多 哪一种是最靠谱的呢 总的来说上特殊好牌货车 和收购公司指标 风险是最小的 暂时没有上牌资格的朋友 可以稍微辛苦下来考虑 至少它是风险小的 麻烦相对来说是多一点 那我觉得还是推荐这两种 这两种的方向和方案 缺点也不同 适用的人群也不同 特殊号牌呢价格便宜 但是北京这种 白天不能开的地方 买了等于没买 意义不大 对吧 收购公司指标不受限制 但也不便宜了 我自己去黄牛 去买个个人车牌 那价格就得比一比 今天讲那么多 也就是给你参考一下 希望你在没有车牌 又想买车的时候 不会太茫然的 东闻闻西闻闻 被这些黄牛给坑了 那么如果选择租赁车牌 刚才那两个 是该不喜欢的话呢 个人可以找亲戚 或者是非常好的朋友 考虑挂在个人的名下 短期租赁的话呢 可以找4S店 这么去挂挂 4S店毕竟那么大一个店 也不会说明天就直接白白了 就挂掉倒闭了 也很少 对吧 但为了规避这个风险 我们这个车子在开的时候 还是要继续摇好 尽快取得自己的这个上牌资质 然后把这个车子过户 到我们自己名下 这个才是最安妥的一种操作方法 那么刚才讲的是 没牌我们要买车 那如果我们有牌了 的确也是可以买到了 那我们就要过户去上牌了 那新车买来上牌 怎么每个4S店 它的费用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说500 有的说2500都便宜你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那这车牌我们去上的时候 号码不是要我们自己挑的吗 怎么样的号码才算是好号码 5个8算好号码 还是3个6算好号码 还是说现行才算是好号码 我列了一张清单把它整理出来了 你有兴趣想要了解一下的话呢 不妨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 备胎说车 直接回复关键词 上牌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公众号呢 每天都会给你推送一段 超过60秒的汽车使用小干货 文字版 音频版 视频版都有 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 想知道上牌费用到底怎么算 选号码 有没有好玩的号码 使用的号码 很简单 手机打开微信 搜索公众号 备胎说车 回复关键词 上牌就可以了 备胎说车 等你来玩哦